代表我瘋了 講講特朗普 我在網上我很尊重幾位網友 當然陳偉業除外 因為對於一些雙重標準的人 我看不起他 而由社民連 到人民力量 到他退出政壇 我依然都是一句話 我看不起他 在文件門 即是說洩露國家機密 不起訴拜登 不不起訴彭斯 現在起訴特朗普37重罪 當然他起訴的就是你揭露國家機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分分鐘是叛國罪 第三是甚麼 第三當然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這些罪名邏輯出來 最主要的是甚麼 最主要的當然就是證人 就是司法部在當日出全票給大量的證人 因為大量的證人 你說謊的話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在他身邊最親密的戰友 甚至他的所謂的叫做律師 得到的證人 就是平時特朗普大嘴巴 講大了 吹水得來的證詞 用這一種這樣的方法 現在在這裡票控他 昨天他出席麥亞密的法院舉行的聽證會 所有的東西就是源於他最身邊的人 去告訴司法部FBI聽 但是實際上我都講過 只有總統的豁免權 總統只要說這些不是機密文件就不是 那他揭發到就是說他在他們的廁所 他們一些大廳也都在他們的雜物房那裏 發現到大量的機密文件 為甚麼我說看陳偉業不棄 因為陳偉業不敢正式這樣在他的Facebook說 他只是說 哎呀 這麼勤力 在廁所都要看文件 那為甚麼不笑一下 同等的甚麼 同等的當然就是拜登 拜登找到的機密文件是甚麼 車房 在雜物架 在工具箱 而最重要的是特朗普 他是前總統 他是有特勤局包圍保護他的住宅 即是說他擺在廁所又如何 他擺在哪裏又如何 因為他是有特勤部去保護 即是保護這些所有的文件 而當日司法部進入都要跟特勤組 交涉一輪才能進去 而拜登 拜登是參議員 他只不過是副總統 他的機密文件第一 他沒有權 他不跟特朗普 第二是甚麼 第二 就是他擺在車房 是沒有特勤組去保護 即是說好像垃圾一樣 砍在那裏 所以我才說陳偉業 你這個仆街是垃圾 做人不能夠雙標一把尺 這些是香港很多的政治人物去教過的 包括黃毓民 結果他們的雙標很嚴重 包括蕭若元 說回這件案 你傳召他去 那全部否定 那為甚麼呢 因為其中有一位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師 他 是有保護協議 他不應該 將他跟特朗普的對話 作為呈堂證供 但是當日的FBI 去威脅他的時候 他不得不說 但是如果你作為呈堂證供 這樣就未必得 而特朗普已經被各方面開出條件 就是叫他妥協 不起訴承諾書 即是說只要你不選總統 無論是CNN CNBS CBNS 他們全部都是 為甚麼 因為早前不是特朗普開了CNN 做了一個訪問 結果令到他飆升 跟著那個CEO 告訴大家 我們應該 應該中間一些 不要偏向民主黨 我們走中間路線 結果三個星期這位CEO就被炒 即是說CNN 狗改不了吃屎 他依然針對特朗普 特朗普說明 就是無論如何 即使你判我罪 他都一定要選 2024 豪情蓋天 如果你怕事 你真的的話 現在 由司法部提出一個叫做和解協議 即是你要我不告你可以 你的條件就是 你不能夠選2024年總統 如果不是你 你就是奴隸坐穿 如果這一種赤裸裸的 還不是一個叫做政治和司法迫害是什麼 既然你已經有了所有的罪證 既然特朗普他就是大魔頭 他就是大惡人 那為什麼不一查到底 令他誠之於法 而 告訴你 你不選總統 我就不起訴你 這個是什麼玩法 而這樣都不明白 一個這麼簡單的動作 其實就是司法迫害 當然特朗普號召他的支持者 去到這裡 但是來到這裡 德桑蒂斯做得不好 為什麼 因為 昨天是有安提法 和黑命貴都到場 加上特朗普的支持者 分分鐘會演變成一場暴亂 但是德桑蒂斯沒有派 沒有派國民警衛軍 也都沒有派警察去維持治安 幸好沒有出事 但是其中一個戴紅帽的女士 她五十幾歲 她說1月6日她在現場 她在現場 她離開了之後 沒多久 FBI找上門 去搜她屋 去警告她 她很害怕 雖然她走得掉 但是她活在惶恐之中 今時今日她見到特朗普 面對FBI的追殺 她就明白 司法的迫害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不單止是這樣 她說到還哭 因為她說 只有特朗普才是真真正正 去為現在的美國人撥亂反正 她受盡迫害 但是她依然支持 而最新的民調 德桑蒂斯 就是共和黨的民調 德桑蒂斯 她的民望 因為這件案 她有所升高升 同一份民調 而特朗普是下跌的 但是那個比例 還大贏28% 雖然 在共和黨的民調 她跌了 但是跟德桑蒂斯 還有28% 而特朗普永不放棄的政客 就是我們支持她的 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如果 連中間選民 和民主黨 其中一份民調 最新的 就是有六成人 是覺醒了 就是說 他們相信 特朗普這件案 其實就是政治迫害 是六成人 他們開始看到 民主黨 究竟發生什麼事 特朗普 見 你告我吧 我一坐牢 我入罪 我都要選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施壓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PATCHO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